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芳如 是 欢迎林议员 第三位我们欢迎高雄市议员 郑光丰 郑议员您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高雄市议员郑光丰 欢迎电议员第四位 我们来欢迎我们的学者的代表 我们来欢迎 国立高雄餐理学院的 烘焙管理系的兼任讲师 李志勇 李老师你好 主持人蔡局长 以及两位议员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晚安 是 李老师有在社区 来这堂我们的学院 我们知道就是说 关系合并后 因为过期没有农业教 现在有农业教 所以希望可以说 要如何来提升 我们的农业发展 我们首先来看一个 大树统领社区的经验 我们先来看这个新闻 顺着小山坡进入到全埔的 统领社区 编驳壁画是社区民众 以瓦片和彩色玻璃拼贴而成 围墙上装置以旧轮胎打造的花台 这里的一草一木 都是由社区民众亲手种植 这里是统领社区居民 共同打造的梦公园 同领社区今年成功争取到 中央500万的经费补助 以农村永续发展为目标 结合当地的农业自然生态 和宗教发展出自己的社区特色 让年轻人怀抱着梦想 回到故乡促进社区活化 也找到可以实现理想的舞台 市长陈菊除了肯定社区的努力 也表示将全力支持 农村再生发展政策 提升农村生活品质 国庸市政府 希望可以跟中央政府共同合作 让我们的农村有生机 管理让年轻人留在农村 让我们的精致农业 可以继续发展 我是觉得国庸市政府 今年农业的医生 农业叫医生 生长三倍 这个部分就是表示 我做一个做蜡蜡的女孩 我觉得我一定要对台湾的金本 农业 我们用心 希望导致 这个部分 让台湾的农村看到一些希望 潺潺溪水 清澈气凉 统领社区更进一步在水中进行 黄金险和水生蔬菜的富裕工作 吸引许多游客流连忘返 我们刚刚看到的 是在大手的 这个统领社区的一个经验 过去我们都说社区 说社区就社区利益 然后农业就归农业 很少说把他们两个 能够结合在一起 那现在就是说 有这个农村再生发展基金 这个部分 可以监制到统领社区 可以监制到500万 在这办这个外公 我们先来 请问这个方如议员 你看这个案 我觉得我们对农村的 这个永续发展 是不是有新的这个机会呢 当然是 因为我们这个通领社区 是临近佛光山 相近的所在 尤其是佛陀纪念馆 刚刚我们影片里面 我们有看到 佛陀纪念馆 它就在旁边而已 所以在这个所在 这些人是 躲着临口所 差不多是有400多的人 400多的人 所以一定也是 我们在找出路 这个出路 不然关于这个 我们为了这个农生再生 要申请这个条例要过 我们是要上三年 要40的人 这不简单 一直上库 我们才可以来申请 所以它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 争取到说我们的能力 可以到申请的地步 所以你看我们的志工 用心的程度 为了我们的家园 用心的程度 来做这个 培根种子计划 你知道吗 所以因为 以它现在目前我们同顶社区已经申请过了 接下来我们 当然就是还有更多的社区 可以一起来参加这个培根种子计划 所以我觉得说 今天我们的农村 多元 多元里面它是赋予很大的一个领航者 是 谢谢先方如议员 那我们要请教这个郑议员 您那天也有参加这个活动 那您看到就是说农村他们 就是社区 他们就是说 能够想到要结合我们地方的一些特色 尤其是发展到我们这个农村 他们过去可能就是农业归农业 社区归社区 那现在两个部分作为 你觉得这是不是一个社区 营造新的一个发展的方式 谢谢 我想那个我们县市合并 最大的是我们高雄 原来的高雄市员可以去参与 现在的原来属于高雄县的那样的一个农业的 农业的一个风貌 那其实我本身来是一个嘉义的农村的小孩子长大的 那这次去参加那样的统领社区 我想不仅是市长 还有我们几位名利代表官员 那最重要是整个统领社区的民众 这样子从眼睛幻发出来的那种参与感 我们会觉得非常的感动 非常感动 那我们会想说以前 我们小时候那个农村的风貌是 纯朴 善良 故意 大家守望相助 那个样子我们到现在都一直都念念不忘 那这东西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善良的风俗 或者这样的一个民情民风 到我们去参观这样的统领社区 我突然间会想起小时候那个样子 不过终究它是一个透过补助的 使得这样的一个再生条例 有一个补助案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会把这样的一个 一个这样的一个那个样子 我们会想到说 我们现在的农村几乎都是老化的 特别是像我们嘉义也一样 或者说我们现在大树乡也都一样 都是老化的一个社区 老化社区基本上就是老人化的一个农民的结构 那这样的东西如果没有一个 政府没有一个活水经费的注入的话 我想会让这个社区会更为凋零 那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参与 特别像这个500万的补助也好 那但是基本上 不管是一个透过中央的补助 是说刚刚我们市长讲到 他的经费 特别我们农业局长今天在这里 特别来我们高雄县市合并之后 把这样的一个经费 提升到原来的预算的两倍到三倍 那是非常难得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样的一个经费的注入 能够使得原来的不只是有统领社区这些 那其他影响到每一个社区的区块 属于那比较偏远的地方 都能够有这样的结构上的一个改变 使得很多的不管是人才 还有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注入 使得这样的一个农村得到一个蜕变 那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是我们县市合并之后 使得这样的城乡的风貌 能够慢慢的得到一个均衡的发展 我都觉得这是非常就是县市合并 那我们这次去参观这样的一个统领社 最大的一个感动 那所以我们会觉得说 我们透过这样的参观了以后 我们也希望说不管是中央也好 地方也好 不要说碰到了选举 说我们喊不管是对农民说 一个月要补助多少钱 那其实这意义不大 重要是我们原来的农村的风貌 是不是能够透过原来的政策 慢慢去做一个改变 做到这个改变 那其实我们身为农家的子弟 看到这样的一个成长 我们除了这样的支持以外 我们也希望说有这样的一个换例之后 我们希望每一个地方能够同样 同样这样做一个示范 我想这样的一个社区的农村的改变 我想指日可待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 包括我想农业局长在这里 能够很多的资源的益助 包括学者专家 包括一些年轻人 把原来的那种老化的一个农村社区 改变成一个精致的农业 那这精致的农业可能包括 怎么去参观农村 或者说一个观光农村的一个概念 我想我们这次去参观这样的统领社区 我们除了高兴还是高兴 是 所以统领社区他们这个经验 的确也是给其他的一个农村社区 他们一个发想说 这个机会有可能 我们也可以等待会等得到 那我们是不是请教练 我们的局长 你看到这个 你是怎么想到 社区可以跟我们的农村 可以做一个结合 我想农村在生它最主要的精神 它是要让我们在地的居民参与 然后在地的居民呢 它有自主性 然后能够让我们的 活化我们的农村 除了活化以外 它也可以美化我们的农村 那我们未来一定要朝向 消费者的导入式 变成盈利式的一个模式 让我们 让我们的农村发展 能够利用在地的人 在地的精神 在地的住宿 去来管理我们自己的社区 因进我们的商业 让我们的商业 在这里 还可以让大家 来这里消费的人 来这里有的人 更能认识我们在地的产业 我们本土性的产业 我想这几年来未来 我们的租路 将我们农村社区 跟我们的一个结合 跟我们的产业来结合 这一点我想我们必须 要务实而且很积极地进行 我们可以把我们农村里面 很多我们的商业 比如刚才我们大家说的 通量 通量有很好的亡人 我们的亡人豆筋 那我们做的玉盒包 那我们做的鱼盒包 那我们做的鱼盒 那么我们如何将我们的 产业里面的一个产业 农产品把它活化 我所有的活化 你可以除了生鲜以外 你可以再加工 把那加工产品 然后到都会地带去做一个好行销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市长一直在结局 要进行的 建立高雄所选物产馆的观点 我们希望把我们在地的产业 把它注入到都会 不只是高雄市 我想未来在台北 或者是台中 甚至在海外 我们都必须要来积极进行 让更多的人认识我们的产业 认识我们的农产品以外 也能够能更进一步了解 我们农村的特色 更能贴切 来了解我们农村居民的生活 就是要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把我们的农业推展出去 那当然就是说 我们市政府有宣布说 从今年开始是全面 启动农村再生的机制 也协助了我们大高雄 有三个社区来争取 这个农村再生发展基金 那到底这个主要的功效 就是说我们启动农村再生机 它主要的功效是什么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 目前有在我们社区来协助指导的老师 您可不可以来发表一下您的看法 我想农村再造这样的一个机制 在从欧盟开始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趋势 站在这种趋势之下 其实这也是我们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 从过去的农业社会 工业社会到所谓的资讯社会 人们生活越来越紧张 但是实际上人们在忙碌的之余 其实它还是期望有一个比较幸福的社区 幸福的原地 我今天跑到深山去 跑到哪里去 我要花费的物力、人力都相当的多 这个时候其实在台湾本身 在农业的生产机制上 就有一个很好的基础 再加上我们的社会发展目前 也有到这样的一个阶段 人民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所以其实就有三个阶段 生产、生态跟生活的三生 这个在农委会的一个政策里面都是有 所以我们是希望从过去单纯的 以及产业的生产 回归到能够变成一个生态 当然吃的部分我们会越来越精致 然后甚至我们讲求的是安全、卫生 在地人它的文化的部分 又是很重要的一个生活 变成一个很多样性、多面貌的一个生活 会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有趣 在我们平常非假日、工作假日的 工作情况之下非常忙碌 但是这个时候如果有这么一个社区 再加上我们产业的发展 我想它可以看出未来这个农村 其实透过这个再生计划 可以让它有在地再注入活水 更存活的一个机会